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这个阅字的意思是快乐 我选择的内容 期望为你 在乱世中带来快乐 为什么要做诗人呢 孔子说 学而不诗则忘 诗而不学则态 意思就是 只是读书学习 而不思考问题 就会妄言无知 无收获 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学习 就会疑惑 不能够肯定 每辑阅读诗人内容 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告诉你内容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就是朗读引述的内容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分享阅读内容的思考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读 十大小丑金句 给你听呢 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打算 去看这部 这部的好片 错过了人生哲理 心远的对白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第一 是我想多了 还是这个世界 真的变得很疯狂呢 第二 我希望我的死亡 比我的人生更加有价值 第三 我曾经以为 我的人生是一场悲剧 但是我发现 其实是一场喜剧 第四 精神病最痛苦的呢 就是人家 经常都希望 你假装自己正常 第五 我妈妈呢 经常都教我 不要忘记微笑 带着快乐的笑脸 他说 我的人生的使命呢 是必须 带欢乐 给所有的人 第六 你究竟有没有听的 每个礼拜 都只是问同样的问题 工作怎样啊 有没有负面的念头啊 第七 如果我横死街头 我想那些人 连你都不会理我 第八 我这一世 都不是很肯定 自己是不是存在 但是现在 我很肯定 第九 我小时候呢 愿望就是 想成为一个喜剧演员 大家都嘲笑我 但是现在 没有人会笑了 第十 当你介绍我出场的时候 可不可以介绍我是 小丑呢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很久没看过 这么有深度的电影了 想起一个小故事 讲的呢 就是一个年轻人 因为情绪低落 去看医生 医生呢 就给他一个 很另类的建议 就是去 一个活动 去看小丑大赛 医生呢 就说 非常精彩 保证看完之后 你一定会开心点 他年轻人 听完之后呢 就很冷言地说话 其实我是其中一个参赛者 来的 是啊 表面 和内在 有时都不一样 影评人 这么说 小丑这一出气呢 是为了 为了这个动荡的局势 的成因 提供了一个 不简单的答案 揭开 现实社会倒退的真面目 我想起香港 我想起 危险没入 预读诗人这一辑 小丑金句 Joker Words 到此为止 我是预读诗人 黎全辉 祝你 预读快乐 思想向上 愿神祝福你 我以为是预读读的 这一辈子 好 对 我们来说 我以为是预读的 是预读的 是预读的